弟兄姐妹們 平安 平安 再開始講到前面 先一頭第一頭來禱告你 充滿恩典的上帝耶和華 我們再一次的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要來聽聽你的聲音 我可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你的面前 是一個謙卑柔軟的心 來領受你的話語 幫助我們打開耳朵 淡淡只有聽到你的聲音 幫助我們打開我們的心 讓你的話充滿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獻上我們的禱告 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聲明 阿們 還記得我去年也是大概這個時候 有來這邊講到 今年我們再一次來到這裡 那個時候如果遇上我懷孕了 那今年呢 我的女兒已經九個月了 因為家裡面有一個九個月的女兒 那常常呢我會跟她看電視 那電視呢那我也是看著卡通 前幾天呢我就看到了有一書的卡通 不知道這個卡通呢 Ping叫什麼 但是他大致上的內容 他是在描述 有一隻叫做記憶仔的壞人 這個壞人他的名字叫做記憶仔 他呢攻擊對方的武器呢 就是他的眼睛 怎麼樣去攻擊對方呢 就是只要有人 就是對方看到這個記憶仔的眼睛的時候 這個記憶仔他就會從他的眼睛呢 射出一道藍色的光 那麼只要對方一接射到這個藍色的光的時候呢 他就會失去記憶 失去記憶 遇到人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 他會問對方說 我是誰 請你告訴我 我是誰 請你告訴我 好嗎 我到底是誰 因著這樣子的螢幕 卡通影片 讓我想到 唉 這個問題也剛好是在問我們自己的 我是誰 我們是誰 我們是誰 不知道妳有沒有很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自己到底是誰 有沒有想過我們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 有沒有想過在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 是否每一件事情都讓我覺得是讓我覺得有意義的呢 如果有人問妳 如果有人問妳 妳是誰 妳怎麼回答 妳要怎麼回答 妳要怎麼回答 也許妳會回答說 欸 我是某某某的孩子 我是誰誰誰是我的阿公阿嬤 那個當過什麼什麼的是我的阿祖 也許妳會這樣子回答 對 這樣子的回答是對的 這是妳的身份 這是妳的身份 然而這些身份都會過去 隨著時間都會慢慢的被人遺忘 但是妳知道嗎 有一個身份是 儘管人會忘記 但是上帝絕對不會忘記 這個身份就是 妳是上帝的兒女 妳是上帝的兒女 妳是上帝所創造的 獨一無二的 絕對沒有一個人是寶寶 怎麼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手指頭上都有指紋 那妳應該也知道 每一個人的指紋都不一樣 單單這個指紋 就是在提醒妳 在告訴妳 這個就是上帝創造妳 獨一無二的證明證據 沒有人跟你有一樣的指紋 上帝創造獨一無二 從妳的手中的指紋 就能做證明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下次當妳看到妳的手的時候 不要只有看妳的背部手 看看妳的手掌 看看妳的手指 告訴自己 我的指紋 沒有人跟我一樣 因為上帝創造我 就是獨一無二的證明 就是此 所以 我們每一個人 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他 如一如二的心甘寶貝 我們都是上帝手中的 掌上女主 是珠貴的 就如同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一樣 唯有我們 不是妳們 當讀聖經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分享 如果聖經裡面是寫妳們 請妳試著轉換一下 把妳們改成我們 把妳改成我 讀起來 妳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妳會覺得 就是上帝在對妳說話 所以今天的經文雖然是寫妳們 我們要用我們的這個角度來讀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 唯有我們是被檢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上帝的子民 我們是被檢選的族類 是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上帝的子民 所以 進而今天的經文 第一點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的出生都不是偶然 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 我們的出生都不是偶然 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 有一本英國的小說 一本英國的小說 它叫做石中箭 石頭的石子 然後箭就是寶箭的箭 石頭裡面的一把箭 石中箭 它是在描述中說 有一把箭呢 它被插在石頭上 石頭裡面 許多大能大力的勇士呢 都想要去把這個石中箭呢 給它給拔起來 但是怎麼樣都拔不起來 但是非常奇妙的 最後卻被一個小男孩 給輕鬆的拔起來 一個小男孩 輕鬆的就把它拔起來 然而 它能夠把那個箭 那一把箭拔起來 不是因為它很有力氣 不是因為它很有備份 也不是因為它很有才能 而是因為命定 命中注定 那一把箭就是屬於它的 我們就像這個小說裡面 拔起石中間的小男孩一樣 上帝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出身 都不是偶然的 我們每一個人一定都有特別的某一些事情 是上帝要我們親自真正去做的 然而請大家記得 我們能夠去做那些事情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本身有多好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多好的能力 我們有多大的備份 我們有很多的才能去配得做這些事情 不是 而是因為上帝美好的職業 我必須要承認 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許多事情當中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所擅長的 憑心而論有太多人 比我更有資格能力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就如同這個故事中的小男孩一樣 他能夠拔出那一把箭 是命中注定 也是鎮定他的 我能夠去做那些事情 也絕對不是因為我的能力條件 背景 而是因為上帝要我去學習 上帝要我去做 好讓他的旨意 能夠在我的身上彰顯出來 不是因為我多有才能 而不是 有一位精神科的醫師 他很有名 我相信你們也都聽過他的名字 他叫做施以諾 他是一位精神科的醫師 他同時也是一位作家 他曾經寫過了一本書 叫做信仰是最好的精湯匙 可以的話 你可以去買來看一看 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都對我們很有幫助 他裡面有一段文字 很值得我們一起來思考 讀的時候我非常地有共鳴 我把它讀出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我父親是一位牧師 我記得從我一上大學開始 就有許多人 對於我未來的服飾 有許多的期待 但是那個時候 他的父親跟他說過一段話 對他印象很深 他的父親叮嚀他說 你不要看到其他的年輕人做什麼 你就想要跟著去做 有一些事情 就算施以諾不去做 還會有別的年輕人去做 而且他們會做得比你施以諾更好 但是有一些事情 如果你施以諾不去做的話 別說其他的年輕人不會想要去做 就算是牧師 就算是傳道人想做 也不會做得比施以諾更好 你要去做上帝真正要你去做的事情 讀這一段的文字的時候 讓我們非常地有共鳴 真的 我們在座每一位都是上帝所疼愛的兒女 我們要活得快樂 我們就要找到自己的價值 然而找到自己的價值 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別人對我們的期待 而是要能去做上帝真正要我們去做的事情 要能真正去做上帝要我們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誕生都不是偶然 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都有他希望我們每一個人要去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他拣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節的國度 是屬上帝的子民 要叫我們去宣揚 要叫我們去宣揚 那呼召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一節經文的後半段 他所講的去宣揚 呼召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去宣揚這個美德 去宣揚這個美德 就是上帝希望你我去做的事情 而上帝希望我們去做的事情 就是順服於他美好的旨意 順服於他的安排 所以第二點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順服於上帝美好的旨意 如何順服 我們都知道要順服 但是如何順服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猶太的拉比 他叫做蘇士山 蘇聯的蘇 然後士士士士兵的士 莎士山士的莎 蘇士山 他是一位猶太的拉比 拉比就是猶太的老師 在他晚年的時候 有人就問他對於他自己 他這一生的看法 當別人這樣問他的時候 他回答說 雖然我不敢說我自己有多麼的了不起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上了天堂 我可以很坦然地面對上帝 欸 旁邊的人聽到他這樣講 可以很坦然地面對上帝 當然就繼續問他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坦然 他接著就回答說 因為上帝絕對不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是亞伯拉罕 你為什麼不是摩西 也不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沒有像大衛王 所羅門王那樣子的作為 他只會問我說 你有沒有成為蘇士莎 你有沒有善用我所賜給你的恩賜 你有沒有好好的使用這一切來服侍每個人 你有沒有好好的代言好你自己的角色 同樣上帝不會問我們說 你為什麼不是貝多芬 你為什麼沒有成為達文西 你為什麼不是比爾蓋茲賺那麼多的錢 上帝也不會問我們說 你為什麼不是林書豪 他只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善用我所賜給你的一切 好好扮演你自己的角色 弟兄姐妹們 只要扮演好上帝要我們扮演的角色 在神的眼中 就是順服於他美好的持續 美好的安排 因為上帝創造我們 神是很慎重的 他是非常慎重而且很用心的 他絕對不是他站在雲端 然後拿了一個飯碗 就把他放在影印機裡面 隨手按下Copy鍵 然後讓影印機開始搭搭搭 把你慢慢的量纏一個一個出來 不是絕對不是這樣 上帝創造我們絕對不是像影印機一樣 他是何等有創意的大師 以至於他所創造的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他創造的不一樣的價值 正因為如此 我們就不可以用別人的成就 來要求自己要達到像他那樣子的表現 不是這樣 當我們看到別人有一些恩賜我們沒有的時候 我們不能因此而不服氣 甚至有了嫉妒的心 更不能因此拿來要求自己也要達到和他有一樣的成就 不是這樣 如果我們喜歡拿別人來跟自己比較 然後要去模仿別人的時候 那麼我們不僅不會快樂 我們也辜負了上帝創造我們的美好心意 拜年好上帝要我們拜年的角色 在他的眼中就是尊貴的寶貝 在工作中盡力做好你要負責的工作 在學校裡盡力做好我們身為學生的本分 在家庭裡面盡力做好我們身為兒女的應該有的態度 在教會上帝的家庭裡面的服飾上 就要善用你所得到的恩賜盡力服飾 在一切的事情上 做好上帝托付我們的使命 就是順服於上帝美好的旨意 最後我要用一個印第安人的一個體驗來做結束 有一位住在內地高山的印第安人 他從來沒有下山 有一天呢他就被邀請下山去看海 看海 這個人呢他從未到過海邊 當他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洋的時候 又聽到海浪打在岸邊澎湃的聲音的時候 他感到非常的興奮 因為他這一生從來沒有看過海 他從來沒有看過海 當那一天晚上他要回部落的時候呢 他就想要找一個瓶子 找一個瓶子 他想要把這個海呢 裝入瓶子裡面 然後帶回去呢給他的主人看 到底海是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神的智慧就像這樣一片大海一樣 我們的智慧就像這個印第安人 他想要裝進瓶中的那個海水 一點點而已 我們的智慧就像他一點點 比起那無盡的海洋 一瓶瓶一小瓶的水 算得了什麼 如果我們從外太空來看一個人的時候 也許你看不到一個人 因為你非常非常的渺小 大衛年輕的時候 他曾經在夜間看守陽群 當大衛看到抬頭 他看到天上的月亮跟星星的時候 他深刻的體會到上帝創造的大 於是他寫下了他的體會 這個體會記載在詩篇第八篇三到四節 詩篇第八篇三到四節 他這樣子寫著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併你所承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對啊 我們算什麼 我們算什麼 我們連最基本的呼吸 都沒有辦法自己控制的 我們有什麼可以誇考的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非常的渺小 但是雖然有限 渺小卑微 只要順服於上帝在我們身上 所安排的那個美好的旨意的時候 在神的眼中 我們不再卑微 而是珠貴 我們不再有限 而是能夠擁有無限的潛力 無限的潛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被拣選的族類 是君主的祭司 是聖節的國度 是屬上帝的子民 願上帝幫助我們 父親看自己 因為神看我們就是尊貴 也願上帝幫助我們 順服於祂的安排 好讓我們能夠活出 祂對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的 美好的獨特的 獨特的旨意和安排 接下來 的回憶詩 我們要先來唱 尊貴 也許你唱歌 也許你沒有唱歌 也許你沒有唱歌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到人最快跑 耶稣基督是翅膀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到人最快跑 光阳神父已回过来 祝福何处到人最快跑 世界万物都飘起看错的狠土 为药的长野住基督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我主 基督我一地托福 欠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耶稣基督是翅膀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到人最快跑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飘起看错的狠土 世界万物都飘起看错的狠土 为药的长野住 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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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飘起看错的狠土 世界万物都飘起看错的狠土 未要的长野住基督 再次来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 那里都衷心 因为我爱你 加油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我主 基督不应的多福 谁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请你再继续 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大家 你做一个祷告 你跟上帝说 跟耶稣说 我要顺服你 求你放住 让我能够知道 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我要顺服你 开口放开 开口放开 我一人便讨论 在我身上的旨意 好的 你 选择 全部 一来 两位 都 一位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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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美好的旨意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能够活出 祢美好的旨意 也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 顺服在祢的脚前 真的能够 顺服在祢的带领之下 主啊 恢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顺服祢 但又是 我们还有 不足的地方 软弱的地方 恢求祢交添我们力量 恢求祢也能够学听 每一个在祢面前 祷告的声音 每一个 在祢面前的祷告 都是祢所宝贝 都是祢所珍贵的 祢看重的 我们叫同心 在祢面前祷告 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求 突然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